張忠平跟那個 皓然姐姐 宇皓然 對 他們兩個 長大越來越漂亮 謝謝 她講一個很漂亮 不好意思 第一次看到本人 你看她才剛來 然後就前面講一些亂七八糟的話 她覺得這叔叔怪怪的 叔叔才想問妳對不對 你有看到這個有沒有 怎麼會來猜她這種怪怪的單元 對啊 其實我在最近發行了 我的第一張個人全創的 轉這麼快 好厲害 快喔 其實切入了 完全沒有要管你 完全就切入了 憲哥在問這個 你要先回應這個 因為出了這個專輯所以就是 了解 軟字入就算你還這麼硬 嚇死了 好硬 完全 跟觀眾朋友大家報告一下好不好 這王忠平跟那個 皓然姐姐 宇皓然 對 他們兩個 長大越來越漂亮 是… 我們從很小就看她 差不多這麼小 那你跟忠平哥是很熟 當然很熟 你都有看過 他們都幾十年老朋友 看到長大變得很漂亮 小時候不行 喂 喂 沒關係 現在漂亮就好了 我在5月15的時候 推出了我的第一張 個人全創作專輯 顯化法則 全創作 對 詞曲都是你 對 妳這個成績 顯然已經比妳的爸爸媽媽 都要好了 對嗎 這是一種碾壓嗎 碾壓 碾壓 長大還長得比媽媽漂亮 或什麼 妳小時候我們都很擔心 妳長大像爸爸 現在還是比較多人說像爸爸 妳怎麼用忠實這樣 講到爸爸他比出 講到爸爸怎麼變髒了 裡面收錄了11首 我在20歲前完成的詞曲唱作 那現在可以在各大音樂平台上 已經可以聽到了 對 那我主打歌的MV 也已經在我的YouTube頻道上架了 叫煙花一金 也許我就是個社交的飛舞汗 雨角落壁面太長收到矚目 在七嘴巴沙灘花間 前一號是個透明人 一個自願苦途 社交的飛舞在 別遠處還不放棄英雄包袱 用無話爸媽的方式 冒出潛伏 不管別人的暖潮惹風 就希望能活得像個我 謝謝大家 來 姐姐 剛剛看上怎麼樣 韓菲她才20歲 專輯是全創作 剛剛其實自彈自唱 其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像我前年我自己自彈自唱 在TICC我都覺得會緊張 OK 所以我覺得她 滿穩的好不好 歌曲寫得很好 要繼續給她加油 好不好 這個母胎單身 以前也沒有交過男朋友 媽媽貴姓 是因為 家裡面管得很嚴嗎 因為媽媽自... 不是 怎麼會打不出來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剛剛很像在馬管 你知道 對啊 媽媽不希望妳 她年輕時候的錯誤 在妳身上發生 喂 喂 其實就是因為就是我 小時候不太擅長社交 然後比較內向 害羞 所以在學校就有點邊緣人 然後 而且我以前不敢 不敢跟男生講話 有什麼好不敢的 但妳內心都沒有默默喜歡的對象 對啊 應該暗戀應該 多少有 小時候 慢慢大了有暗戀過 但是就是 還是會有點害怕就是跟男生 後來是慢慢長大 才能夠就是正常對談 她是後來 長大以後才變得比較好 她會已經很緊張了 不要再緊張 不要這樣 OK的好不好 加油 好不好 那個爸爸跟媽媽兩個 逃來暗戀的時候我都在 對啊 憲哥也是當事人 當事人 媽媽當年是 當紅的 那個紅的不得了 你爸爸看起來是中厚 他是看起來中厚 其實沒有 然後都吃三碗公 來 各位帶來這首Q歌 要Q一下姐姐的歌好不好 耐心等待對的人 謝謝你的關照 謝謝你的關照 我一切都好 一個人不算困擾 愛雖然很美妙 卻不能為了寂寞 我又想了你找 愛要耐心等待 仔細尋找 感覺很重要 寧可空白了手 等候一次 真心的擁抱 我相信在這個世界上 一定會遇到 對的人出現 在眼角 在眼角 在眼淚體會到 在眼淚體會到 與自己擁抱 愛不是一種需要 愛不是一種需要 是一種對照 愛雖然很美妙 愛要耐心等待 愛要耐心等待 仔細尋找 感覺很重要 寧可空白了手 等候一次 真心的擁抱 我相信在整個世界上 一定會遇到 對的人出現 能願依慮了一份愛 付出是多少 然後得到多少 並不計較 當我想清楚了時候 我就算已經準備好 放手去愛 海闊天高 還要耐心等待 仔細尋找 感覺很重要 寧可空白了手 等候一次 真心的擁抱 我相信在整個世界上 一定會遇到 對的人出現 還要耐心等待 仔細尋找 感覺很重要 寧可空白了手 等候一次 真心的擁抱 我相信在整個世界上 一定會遇到 對的人出現 在眼角 掌聲鼓勵 來 來… 小小年紀敢跟原唱人家 壓力很暢 壓力很暢 壓力是有的 對 沒有 因為我覺得韓菲他其實 詮釋出他自己的味道 因為這首歌本來就是很大的歌 大歌 不適合小朋友 尤其是在唱不要這樣 都會這樣子 但是他唱出 他的七音 夾音很漂亮 對 剛剛那個是什麼音呢 沒有 就是滾喉音 但是他那一段 其實用他自己擅長的假音 他假音很漂亮 有一些氣音也很美 然後這樣子改編的方式 我自己好像是第一次聽到 因為通常大家都會唱搖滾的方式 對 會往那邊去 對 我覺得很好聽 但是如果你唱這首歌可以再更 自由一點 對 自由一點 對 他就拚在那裡 才二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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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菌庄 介紹一下妳兩位 對 對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的KB手 是 KB手 KB是 KGB 鍵盤 隔別 Keyboard 簡稱KB KB 對 對 因為我們三個都是很容易尷尬的 你們是第一天認識 所以你們 搞得跟不熟 你們三個很合 但是我們三個都很容易尷尬 然後我們介紹我們的 GT手 吉他 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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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地球上 只剩下這兩個男生 你會選擇哪一位 請選擇 這個 我可能會 我可能會投硬幣 投硬幣 沒有 硬幣也沒人 沒有硬幣了 沒有硬幣了 你沒有硬幣 這真的沒辦法選 因為其實跟他們都是差不多 可是地球要毀滅了 然後我們都 中期二選一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選擇 對 對不對 像媽媽當年就是倒楣 她沒有選擇 什麼話 他們兩個在開會 開會 開會起來 為了全人類開會 他說選他 因為這樣他就比較不會有 OK 不要逼人家 好不好 開玩笑的 繼續給他加油 好不好 謝謝 韓菲我們記住妳了